爱专情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和我未来的另一半 一起去看北极熊 为什么那么喜欢北极熊 因为北极熊 我感觉是很可爱的动物 而且就是看北极熊的地方 有可能还会伴随着 下雪的浪漫的天气 还有可能看到激光 看到激光 就是激光和北极熊 是看北极熊赠北极熊 是看北极熊赠北极熊 很严谨 许基平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北极熊好大只好可怕 那我觉得企鹅比较可爱 能不能陪我去看企鹅 但是另外一个方向 没事 北极熊要是可怕的话 可以趁机拥抱一下吧 拉近一下距离 拥抱一下 拉近一下距离 拥抱一下 拉近一下距离 谢谢 谢谢 北极熊确实是现在陆地上现存的 最大的凶猛的食肉动物 所以你们俩抱在一起 也不一定逃得多 没事 我会保护我的另一半 在北极熊面前 他说我能保护另一半 也就是先吃谁的问题 宋芳瑞 就是男嘉宾 你好 就是其实我是在东北 因为东北挺冷的 但是我可能是个假东北人 我不扛洞的 所以北极的话 估计我是跟你去不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去看熊猫 熊猫也是熊 那也可以吧 我觉得很可爱 我很喜欢熊猫 没问题 你知道看熊猫去什么地方吗 我就四川嘛 在成都去四姑娘山的路上 就可以看到卧龙 有一个熊猫基地 在那个地方呢 熊猫是最多的 那也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 那也是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